戶櫃滿堂春第三集 牡丹花原產於中國 牡丹花的繁殖有分租法、嫁接法、種子播種法 嫁接的方式用的比較多 大部分是大量繁殖優良的品種 種子播種主要是改良品種 嫁接的時候都是用牡丹花的根部 或者是燒藥的根部來嫁接 牡丹花因為它的花開得蠻大的 而且又有艷麗 又有香味 一般家庭都非常喜歡 所以很多都種在盆子裡面當盆栽 可以擺設在屋內 有在開發的時候 像松樹的盆栽一樣 松樹也是一樣 跟柏樹自古以來都是文人雅士最喜歡的樹種 當作一種長壽與吉祥的象徵 一般人家都喜歡家裡種個松樹 也代表這個堅毅不拔的精神 所以用牡丹花的牡丹花 在家裡的牡丹花 那種的牡丹花 也有一個文化的牡丹花 牡丹花 牡丹花是長壽的牡丹花 從中國傳到日本之後 更是發揚光大 名稱為盆栽 松樹跟柏樹都是盆栽之王 最常來做為盆栽的素材 松樹因為它的樹皮會均裂成磷狀片 有一點像龍的感覺 因此很多的明松都稱之為龍 像臥龍松等等 首先我們把枝幹畫出來 樹皮呢 春叉零狀片 松樹要覺得老態 蒼松的感覺 它的枝芽 一般要讓它水平或帶下垂 然後呢 松樹的枝幹要有扭曲 這樣子看起來會比較倉勁有力 然後我們把筆打扁 然後上青下重 用血液的方式畫出松針 松針的形狀呢 呈扇狀 當然呢 在組合的時候一定要有疏密 一般盆栽的松樹都是屬於比較矮畫的形狀 一般盆栽的松樹都是屬於比較矮畫的形狀 這個樹形 也就是一般的文人雅士最喜歡的樹形 我們在過圖上呢 右邊擺上松樹的盆栽 跟左邊的牡丹花做個呼應 那因為這個牡丹花比較艷麗 比較強眼 那松樹呢 就會比較素牙一點 這樣的話 才不會說兩邊太過這個 冰煮沒有噴出來 這樣的話就是 重點是在牡丹 那這個松樹是跟它呼應 也是皮襯的這個角色 這一棵松樹 我們還加上這個強而有力的根盤 更能夠凸顯出松樹的精神 我們也加了一些枯枝 我們也加了一些枯枝 一般盆栽的松樹 都要養出這個 蒼松 老松的那種感覺出來 所以我們在畫松樹盆栽 就要把它畫成一顆很蒼靜 很蒼老的老松的形態 盆頸呢 就是屬於 形小向大的一種表現 就是說 畫小小的一顆 但是它有大樹的感覺 就像我們的山水畫一樣 雖然畫在這個小小的紙張上 但是可以感覺出大山大水的感覺 就是形小向大 以現實的形狀 我們剛剛調綠色筆尖沾花青再沾末來畫春藍 那第一筆跟第二筆就先畫出一個鳳眼的感覺 然後第三筆再破鳳眼 畫蘭花的葉子要呈泡霧線很自然的下垂 在轉折的地方要比較細才有蘭花葉子扁扁的感覺 養蘭跟賞蘭自古以來是中國文人雅士的嗜好之一 那現在畫的是春蘭是一晶一花 我們畫的是開紅色花的春蘭 春蘭它也是滿香的蘭花 中國出產的春蘭跟台灣出產的都大部分都具有香味 像日本韓國的春蘭都是沒有香味 所以這個蘭花主要是指春蘭 它是王者之香 表示它的香非常的雅致 花畫好之後趁著微乾 我們就是點它舌上的斑點 稱作點心 接著我們要畫個盆子 把它種在盆子裡面 那蘭花也是一樣 自古以來都是用盆子把它種起來 可以擺在這個家裡 按桌上欣賞 那果然蘭花是屬於四斤子之一的題材 我們現在畫這個盆子要注意它的透視的角度 這是一個四方的高的盆子 一般種蘭花大部分這個盆子都有個高度 因為蘭花屬於地生蘭 它有落脂的根部 可以讓它自然的伸展 然後我們在裡面點一些胎點 代表裡面的這個培養土 跟這個青胎之一類的裝飾 現在在用墨補上去的是 代表這個盆子的一個厚度 就是跟培養土之間的厚度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左邊的牡丹 紅色的牡丹 跟這個春蘭紅色的花 這樣可以做一個敷印 而且色彩可以做一個協調性的安排 接著我們用紫蘭松樹的枝幹 因為現在已經差不多墨比較乾了 然後我們在染枝幹的時候 在樹皮的地方 我們也要跟著純擦 用顏色的這個硬筆 要比較乾一點的用硬筆 來擦出這個樹皮的感覺出來 那像根部的話 我們就用摺石勾一下輪鍋 根部要讓它流量 表示它突出的感覺 這個冰案 在這個畫面 黑的花花都畫在右邊 中國的蘑菇 也跟黑的花花 在正面的角度上 這個調整的配合 我們便開始采用石棕葡萄的花 就是說用花青來染這個松樹比較密的濃密的地方 然後旁邊的地方再染綠色調 然後最邊邊我們再用乾性的水渲染 讓它顏色有漸層的感覺 松樹就是要表現出這個四季長青 蒼翠的清脆的感覺 Pine trees are evergreen trees and should show a green feeling Wipe the trunk with green dry again the feeling of moss growing on the trunk to increase the aged and vigorous taste of pine trees the pine trees placed in the pot are not very big but they must feel like big pine trees and old pine trees like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lthough the picture is not very big but let people feel the feeling of mountains and floods 現在我們用乾筆擦出這個盆面青苔的這個畫面出來 那用乾筆擦出一重一重的青苔 那利用這個乾擦明暗法 主要就是要流出白色的這個宣紙 然後我們染青苔的話 就能夠把綠色的青苔表現得更好 這有點跟甲葉的意思一樣 甲葉就是流出紙面來染色 讓顏色更能夠表達出來 接著我們用這個珠標色調墨 把它調成暗咖啡色 然後我們準備用這個顏色來畫一個淺的這個盆子 然後我們準備用這個顏色來畫一個淺的這個盆子 做一個變化 一般很多的盆栽有些種在淺盆上 然後這個樹種的稍微高一點 落一些根部出來 這樣更能夠表現出松樹的精神 然後盆面上都養了一些青苔 增加這個觀賞的這個美感 雖然是除非的 去製造的木簍堆 這個木簍堆是屍體的 莊底的木簍堆 在座植牆 在這製造的效果 它色素除非的 我們畫好這個臀面青苔 然後再用乾筆擦染出它的明暗 準備乾後再來染色